在美国人们是如何评价地道中餐和美式中餐的 我已经做过两期关于美式中餐的这个话题了 然后总有人给我留言说 哎呀看着就难以瞎眼 或者说这东西一看就没什么刺头 西方人这个做饭从来不讲就色香味 咱们中文这中餐不大精深 然后西餐是不健康诸如此类的话 当你去说这种话的时候 实际上你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属于你对一个东西不想去了解 你本身也不了解的时候 你就无法去做到换位思考 你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对吧 那正好我看网上有这么一个 就是美国的一个论坛上 他这个标题你看我摘抄了一些东西 他的标题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的这些餐馆 他不去做正宗的中餐 就是中餐馆 他为什么不做正宗中餐 而要去倾向于做美式的这种 也就是说偏为美国风味的这种 所谓的假的中餐呢 底下就有很多人留言 当我们怀有偏见去评价别人西餐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西方人怎么怀有偏见 来评价我们正宗中餐的 今天这个视频里头有一些内容 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 但是你如果引起你的不适 你别喷我 是别人说的 好底下就你看第一个人 叫Alex这个人说 答案很简单 因为大多数的美国人不会去吃它 对吧 我再说一下 他这个论坛的这个帖子的标题是 为什么美国的中餐馆 他不去做一些正宗的中餐 给美国人吃 而去选择做一些美式的偏向于 美国人口味的这个中餐去吃呢 这个人说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去吃正宗的中餐了 不仅是美国人 欧洲大多数的人也喜欢正规的中餐厅的外卖食 他所谓的这个正规 就regular这个词 就是说的 已经是美式的 或者说也就是说西化了的中餐 不是说咱们的地道的中餐了 他说这个西方的中国移民厨师 没有执行将自己国家的地道风味 带入新世界的使命 他们外出谋生 在餐饮业中 意味着他们满足人们的需求 是他们的几人 你如果去过中国 看看他们所谓的甚至是高档的西餐馆 很有可能 而且很有可能这些餐厅 还是西方人投资的 他们是如何把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菜品 变到我们完全不认识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理解我在说什么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西餐厅 说实在话 我没有在中国吃过西餐 因为我每次回国 我吃中餐我都来不及 我不会跑到西餐厅去看 中国的西餐厅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评价 我不评价 有个叫Floem的人说 这取决于餐厅的位置 他们需要能获得材料 原料 中国很多地区使用的原料 在美国很难买到 内脏比较受欢迎 蔬菜也不一样 如果你对真菌牛肚 水母 Jellyfish 中国人还吃水母吗 我都不知道这个 水母或者猪脑有足够的需求 你可能可以合理的 以合理的成本获得它 但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 你可真的不太可能吃到这些 这个叫Jessica的人说 不要用风格来形容 中国餐厅仅仅是 在做他们认为可以卖的东西 如果你在纽约市 我住的地方 大多数的中国餐厅 出售的食物 与你在中国几乎每个省 都能找到的食物相同 我很幸运 我几乎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 从任何的地方 享用地道美食 确实在美国 在这个纽约 这些大城市 你想吃到地道中餐太容易了 甚至在这个法拉圣 纽约法拉圣 以前我经常去 你都可以在那个大街上看到 西京人那炸 那个就是烤羊肉串 而且特别地道 你想用任何地方 想用地道的美食 你只需要支付地铁的费用 如果你住在Kansas 或者阿拉斯加州 我认为可以公平的说 可能没有数十万来自中国的移民 就是数以百计的 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 希望在那里创业 而且台湾 香港 新加坡这些地方 和中国人的口味相似 他们的移民也比较少 那这个地方说一下 可能咱们中国人一直在强调 什么台湾香港 这是咱们 对吧 这个有些咱们认为是常识的东西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可能并不是他们的常识 所以咱们也不能说要去尊重别人吧 但是这东西 咱们必须得要去认识到这一点 在绝大部分的世界 绝大部分的地方 当人们说到台湾 说到香港 他们并不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虽然咱们不同意这一点 但是也没有办法 对吧 所以每次他们提到香港 就是香港 他们不会认为是中国香港 台湾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他们把台湾 香港 中国 是并列去说的 好了 这个话题我也不太多说了 那些当地的中三想发展下去 也就是说在Kansas 阿拉斯加这些 中国人比较少的地方 就只能取决于当地人的口味偏好了 这块有一个叫Jarrett Wang 的一个MIT的物理系的学生 你看这是一个 要不然就是一个亚裔 要不然就是一个中国人 他说一个问题是 没有地道的中国菜这种东西 中国菜非常的有地方性 所以我们一般都说 四川菜 广东菜 山东菜 而不会去说地道的中国菜 因为中国菜 本没有中国菜这个概念 但是当你去介绍 正宗中国菜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你想要表达什么 这个叫Jarrett的人说 我喜欢旅行 但是在东方国家旅行的时候 吃饭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中国餐厅的食物 很多看起来都难以下咽 他们把鸭肉放在tortilla里边 就是这个tortilla 就是墨西哥人吃的玉米饼 我估计他这说的是 咱们的那个 这个北京烤鸭 要用那个饼卷 但是咱们不是用的玉米饼 但他们不知道 把鸭肉放在玉米饼里卷着吃 他们吃动物内脏 他们的菜里油和辣椒 比能吃的东西还要多 他们的鱼从来不会提出刺 所以吃饭也是一种极限运动 有一次当地的导游 带我去了一个 一条整街都可以品尝 街头食物的 street food 我看到了昆虫 兔子的头 猪的耳朵 变质的鸡蛋 变质的鸡蛋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说的是那个送花蛋吗 最让我难忘的是 在围在我身边的那些 带着不怀好意的笑的 期待着我把这些食物 吃进肚子里的围观的人 这是一次很不友好的体验 咱们中国人不就是喜欢围观吗 在中国 你甚至还会遇到 有些餐厅没有菜 只有碳水花和雾霾 在我看来 中国人饮食 几乎没有考虑过健康的因素 他们似乎只是想填饱肚子 而活下去 欺人吧 你们去看看好多人 在我的那个 就是评论西餐底下那个 也挺欺人的 双向欺人 对吧 所以我知道我这么说 有些匪夷所思 但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什么 积极正面的评价 有一个叫Ted 他的标注是退休经济学家 小型small business 小企业负责人 中国是我最喜欢的 食物的国家之一 但是在我住的地方 我从不去中国餐馆 因为他们提供的东西 就像是真正的 中国菜的劣质版本 有几个原因 他们没有得到所有的 这个 就是做饭的那个材料 ingredient 你不会找到鱼 因为它在中国才有供应 也就是说那种 咱们中国人吃的鲤鱼和草鱼 这种东西在美国是垃圾鱼 因为这个刺太多了 还有一种叫食鱼 那个鱼好像是叫食鱼吧 他们掉起来就直接又扔回去 没有人吃那个东西 所以这东西经常都看到什么鲤鱼 什么草鱼成灾 没人吃 但是因为你看在美国餐厅外的鱼 都是骗好了 一点刺都没有了 有刺会让它们无所适从的那种感觉 中国人使用动物鸟类或鱼类的所有部分 但在欧洲和美国这些东西是不会使用的 美国人不喜欢内脏 或者你能把鸡爪当成零食吗 就是说你能想象把鸡爪当成零食吗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 它们实际上很好吃 或者猪蹄也是很好吃的 我们的文化和烹调习惯差异太大 所以很多中国菜不会出现在美国或欧洲的任何一家餐厅的菜单上 我想你仍然可以找到供应更正宗中国菜的中国餐馆 但这些地方并不常见 即使有也是指面向中国人做生意 这块有个叫Bread的一个人 他的标记写的是 Married to a Chinese Woman since 1973 自从1973年娶了一个中国女人 他说这个问题很无聊 我的太太是中国人 然而每次去中国探亲 我从来没有跟她的亲戚朋友 在谈论食物这个问题上有过愉悦的感觉 对西餐理解有限的中国人 总认为西餐做法单一 就像眼界不开阔的美国人 看着美式中餐 认为中国菜简单粗暴 毫无美感和口感一样 然后这其中的区别是 中国人认为他们不理解的东西 哇塞这个这长串耳句子 中国人认为他们不理解的东西 或者跟他们出生以后 第一次被告知的东西 相悖的知识就是错的 而且会持否定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它 攻击你直到你认可他的做法 而我们美国人则会选择至少理解你的不同观点 互相保持距离 所以我从千禧年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中国 也很不喜欢和身边的中国人讨论问题 无知自大的人哪里都有 基于有限的理解去否定别人 又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 是对自己自暴自弃的一种做法 一个叫麦克的游艇公司老板说 做正宗中餐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和 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后更少的收入 做正宗的中国菜比做美式中国菜 也付出的努力更多 比如说烹饪一条鱼可能需要30分钟或者更长 用同样的时间你可以做一吨的左宗堂鸡 有一种饭啊 有一种就是炸鸡块 就像锅炉肉那种 但是有点那个酱油 有点咸的那种 它叫左鸡 左宗堂就是中国以前的那个清朝的那个 对不起我夸大其词 但你明白了 他说的一吨30分钟做条鱼 你这时间可以做一吨的左鸡了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吃正宗的中餐 没有任何兴趣 我说的不是来过中国几次 来过中国十几次的教授律师企业高管 我说的是普通美国人 他们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里 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是生命中可有可无的 他们很难吃到正宗的中国菜 比如蒸鱼 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骨头 左宗堂鸡对他们来说味道要好的更多 也便宜的多 因此 如果他们需要在正式的中餐和美式中餐之间做出选择 他们肯定会选择后者 有一个叫Mongoolie的人说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在辛辛那提经营自己的中餐馆 辛辛那提是俄亥和南边的一个城市和肯塔基州交界 我们美国化的中餐的问题在于 即使是做过这些菜的人 哪怕是我们华裔美国人 也很对他不屑 但他毕竟给我们带来了价值不菲的财富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受欢迎就是有价值的 再正宗无人问津跟垃圾有什么区别呢 抱歉我用这个词 就是用垃圾这个词 一个叫John说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他这么做 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要美式中餐 而不是正宗中餐 许多伟大的移民厨师来到这里 以为他会做得很好 因为他们拥有真正的中国这个地道烹饪的技巧 但是最后失败了 他们明白必须做出改变 美国人想要糖醋和许多酥脆的面糊 供求关系改变了这些移民的做法 有一个叫Paul Harbinson的人说 餐馆创建菜单并准备菜肴 是为了吸引当地最大的回头客 真正地道的民族美食 是大多数人的基于地域风俗后天养成的口味 对本地人来说 外来的食物成分 调味料 被 怎么翻译呢 这个地方 就是说这个被料 或者说准备做法和制备方法 和外观对本地的习俗是有冲突甚至有害的 这限制了回头客的数量 在市场上生存意味着将食物放在桌子上 从而将回头客放到位置上 做了更改才能让人 也就是说才能让当地的人 为了感到高兴 你才能成功 也就是说一直要让回头客满意为止 好 我还是不做任何评价 你们自己去沉淀吧